你们猜猜我现在在哪呢 哇这个地方好有韵味啊 看了外面 看一下外面 假装我现在在云南哦 对 其实我现在是在京都的一个茶餐厅里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一边喝茶 一边给大家试穿一些漂亮的衣服吧 好呀 我们走吧 这个衣服跟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搭 太绝了 非常搭配 这个连裙它比较简单一点 纯色系的设计 但是它下摆很特别 它是左右两边不对称设计的 看一下 哇这样好好看啊 是吧 是的 太有气质了 我们回小屋里面 走去看一看我们的小屋 好看 哇 这个裙子太好看啊 毫无夸张的说 这款连裙当时在我们办公室熨烫的时候 我们办公室所有的小伙伴 集合在一块都说 这款裙子应该是我们这批衣服里面的超级王榨款了吧 真的可以这么说 太好看了 是吧 嗯 它这个版型面料的光泽感 真的充满了那种贵族气息的感觉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整体效果来看看 哇 好看极了 好看是吧 是的 这个真的好看 绣子属于是一个半包绣的设计 所以说你胳膊错也有妇孺 完全不用担心的 对 遮挡的严严实实的啊 好看 因为直接是遮盖了半个手臂的 你也可以给碗上去 我觉得这个袖子真的太有女人味了 是的 法式宫廷优雅风 它腰部还是有一个宽腰风的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掉 但是我觉得戴上比较好看一些啊 是吧 嗯 是的 好看一些 看一下整体效果 哇 哇 裙白好飘逸 好好看哦 好看是吧 是的 好 我们接着换下一款 这个衣服真的长在我的审美里面了 哇 这个上身 这个感觉太棒了 是吗 对 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 你猜它是一个连衣裙 还是一个套装裙呢 应该是个连衣裙吧 它是一个套装裙 是上下分体的 哦 没看出来 对 只不过它上半身 也是采用了一个腰带的设计 所以穿上去特别的显示 我发现没 嗯 是的 然后它下半裙的用料 真的是很大方的 并且是左侧偏拼接了一点点 这种摆着的网纱 嗯 看 哇 这个上身真的是 非常美 这个我觉得真的属于是 职场女性中的一个战袍了 对 而且是非常温柔的那种职场 对 是吧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个 经典的裹身小黑裙 我们平常见的那种小黑裙 可能就是不过膝盖 但是这款的话 它是长度在脚踝以上的 像这种的话 穿出来就比较有女人味了 对吧 对 而且它是一片式设计的哦 看看 哇 这个衣服真上身 我跟你说 看到全身就知道 为什么这么绝了 是吗 嗯 知道 这个领裙 你乍一看 你觉得它是一个两件套 对吧 对 它其实是一个假领子哦 假领子 对 它其实只有一个领子 并不是里面搭配了一个衬衫 但是它领子跟整个袖口 做了一个相呼应的颜色 嗯 给人造成的错觉啊 就感觉 哦 我里面好像穿了一件衬衫一样 是的 其实它整个面料是非常轻薄了 夏天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买一下哈 看一下整身效果来 来 哇 真的 这全身效果 哇 它完全是不挑身高了 并且上身特别气责的那种 对吧 这个裙子是不是特别减零 是的 很远风的感觉呢 对 它是上身减零五岁的那种哦 看一下后面 哇 睦睦姐 啊 这个顶子真的好好看啊 原谅我啊 我真的太喜欢它了 所以大夏天的给你们试风衣啊 真的 这个颜色好显腹白 嗯 拉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是忍不住跟你们分享这件风衣了 它这个颜色真的太显皮肤白了 另外它这个版型也是我喜欢的那种阔版 穿上特别有寒盖的那种感觉 看一下 这个风衣我自留啊 因为我的米色系黑色系风衣太多了 我需要一个亮色的风衣 版型也是我喜欢的 颜色也是我喜欢的 好了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试穿了几套衣服 因为现在这边人越来越多了 我们也要吃了哦 你们最喜欢哪一件衣服呢 全部下方扣出来哦 我一直在用这期标签的 我一直在用这次香腾